所以你們四個是住一起嗎 沒有 他們住 對 我們住在社區域的另外一段 住在公園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 大家會聚集在一起 對 滿常一起吃的這樣子 我們其實是見人家同一個餐廳的 才認識的 我住在這個社區域 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我去到這邊的成宿餐廳 打工我才認識成宿 然後就整個人傳才轉成宿的過程中 然後那時候因為餐廳生意非常好 他們必須得再請新的員工 所以那時候就請了聚集 然後結尾之後又帶了王偉大 對 他們本來就是請女生 他們就是一路就介紹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三個在店裡面 認識變成好的 因為我們在那個成宿餐廳一起認識 然後一起工作 但是那個餐廳本身它好像是 土地的原因還是什麼 它就沒有辦法繼續經營 那結束之後我們三個就還想要 繼續傳承這樣子的Vegan的部分 而且其實社區的人 非常非常需要吃Vegan的食物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家裡面 把傳宿的這個私處開起來 午餐共食 對 大概一九六天 然後晚上的話可以接私處 就是可能大家可以朋友聚餐 然後就有一個場所在這邊 然後就做比較特別的異國的料理 然後中間的午餐就是營養菌 那個一個蔬食餐這樣子 嗯 哇 你們的配料味也完全是餐廳等級的啊 這不是餐廳用的嗎 對啊 這就是以前的習慣 對啊 通常就是男生做比較 純粽的服務 可是像很多朋友他們吃飯會說 哦 你不要煮什麼給我吃 有人吃太辣 有人吃不辣 有人吃很鹹 有人吃不鹹 你們四個人沒有問題 有嗎 有 吃硬是比較鹹的 然後還有 它果汁不喜歡 太濃 就是它的飲食習慣 對啊 我們一起吃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 就像我玩玩石一樣很大 在裡面什麼東西 然後我的話我是可以 輕輕一下這樣子 可是四個人一起吃飯 你們有 準備預算嗎 我們喔 從來沒有抓過預算 所以想買什麼就買 像你看這麼大的一個菇類 就是全部一起買 你也不管 需不需要 或者是要一次多久 大概有個默契 大家喜歡吃 菇類是一定要的 然後 蔬菜的話就是 肉餅就會 就會準備 一次是準備多久的分量 我們大概 最多最多 準備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像這樣子一個禮拜的 這個大概應該 可以 差不多一個禮拜 我們出一圈 其實我們很多都要一起討論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會需要一直互動 跟彼此確認 然後每個人長出的話 對 做出來菜那個 風格 跟味道的風格 那可以說一下 各自的風格 風格 我比較喜歡 異果料 對 勝過於比較 就是 冷凸 我也是 排菜 沒有 我就亂吃 因為我 因為我從小 就是媽媽喜歡吃的 的味道是很多 她很喜歡異果料 所以我就是 也很喜歡亂常吃 那就是可能有時候 營養學的一些 概念或想法 突然問Julie的想法 所以Julie是營養專業 我在廚房 我覺得有時候的角色 那個就是 那個控管那個 控管 健康 健康 就類似 這樣子 尤其是如果是要服務 給其他人的話 對 特別是我們要輸出 我們都希望是 把最健康的 營養的部分 去交給 分享給別人 那 兩位男士呢 我的師傅都會做一些 比較穿衝的 排菜 就一個工程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有學 學到一些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媽媽 以前常常主流 我覺得 很棒吃的菜 家常菜 對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準備那個 千層麵 超肥的 對 可是我們今天做的就是 一樣很滿足 不肥的嗎 對不肥 我要學 素材量很大 那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紅醬 跟一個起司 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是負責做這個 那我就做一個 我很喜歡的 大黃瓜跟 番茄的沙拉 我們也會做一個湯 但是我們的湯就是 有一個叫 有序湯 有序湯 就是我們會把所有的 菜的那個 變焦料 出到湯裡面 喔 我喜歡那種 就是我們蠻常做 清冰箱料理 對 清冰箱料理就是 冰箱有什麼的過程 所以其實會 蠻有想像空間 因為就不會侷限在某種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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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這個拌麵也應該超好吃的 可以 可以拌一家一麵 一家一麵 就像南瓜 根本就不用加奶 完全不用 完全不需要 超好吃的 而且很鮮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的食物 感謝食物菜 然後去豐盛我們的身體 然後也感謝陪伴我們一起吃飯的人 因為我們有緣才可以一起 坐在這裡一起用餐 然後也需要所有的食物 代表我們身體跟心靈滋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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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覺得有這種儀式感真好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 剛剛大家一起做的這個 謝謝 今天這三道菜 整個我覺得好搭喔 對啊 義大利式的西式的千層麵 然後我做的這個 大黃瓜番茄沙拉 剛好裡面是用橄欖油 還有九層塔 就是羅勒 木耳可以有些 嗯 我也吃到木耳了 我也要木耳 但我覺得這個墨西哥的餅皮 真的變得軟軟嫩嫩嫩的 然後比一般的西式千層麵的那種餅皮 再稍微再綿密一點點 好特別的千層麵喔 那你們覺得就是一起吃飯最大的優點 如果要推薦給別人一起吃飯共識 我覺得跟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你才會願意真的是好好的下去 因為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吃很容易亂吃 然後有時候就會有一些垃圾食物 或是一個怎麼蒸個包子 蒸個粽子什麼就解決了 可是有時候那個飲料水就不夠了 這個如果一個人就比較難有動力去 準備很多好生意的東西 就是一個人好難煮 對比較難煮 對比較難煮 所以有時候也會像這樣 每個人會有不同的創意 發足了起來 然後每個人也可以分享他的 拿手菜的 他一直吃的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 就可以吃到不一樣的菜 不然自己都會吃自己一組 久了會膩 對啊 我覺得會比較享受過程 就是從整個 可能連從採買食材到製作 到吃然後到最後大家瘦 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一起吃飯的時候 人是比較放鬆的 就是在一起在放鬆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們常常一起在聊工作的事情 因為是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整個人的狀態是很 很信任的狀態 我覺得有一個蠻關鍵的一點 應該是 就是一起吃飯或一起共食共煮的話 就是你要去 為他人服務的那個狀態就是不一樣 對 就是你會比較用心去對待那個料理 嗯